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曾经点评 我是Mike 首先我们这里来看一下昨天市场情况 那么昨天在澳洲方面 澳洲股市昨天是遭遇了过去一周以来 首次比较大的跌幅 那么在石油在周五的情况下 在周五下跌4%的背景之下 昨天一开盘 以BHP和其他能源股为主的一些矿产和能源板块 就出现了大约超过2%的回调 特别是在中午之后 澳洲的银行股也再次出现下调 那最终导致了澳洲大盘 昨天是下跌 以0.79%的跌幅告终 收盘是收在了5464点 从5500点的高度 再跌回下来到5464左右 但是对比澳洲方面的下跌 中国方面丝毫不为所动 昨天上阵指数是继续有着0.46%的涨幅 深圳方面也同样是上涨0.29% 仰视双双出现刷新 过去八个半月以来的新高 欧美股市则没有那么幸运 同样的话 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 两周连续 欧美股市都出现了重大上涨 那么在昨天 欧美股市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调 英国 法国 德国 欧洲三个国家则分别下跌 大约是超过了1% 美国方面也是一样 在金融股下跌的情况之下 美国股市是回调 大约是0.5%左右 那么黄金方面呢 黄金价格我们知道呢 在连续下跌大约是七八十美元之后 在昨天由于这个欧洲方面呢 意大利的大选呢 即将临近 使得黄金的避险功能再次得到体现 虽然它没有突破一小时通道线 但是呢 黄金价格目前已经反弹上来了 大约是10块钱左右 那么在其他方面呢 石油价格我们知道呢 也是这两天是起起落落 在上周五的时候呢 由于沙特意外宣布 不再参加非欧派克组织的会议 导致石油价格呢 一度是大跌4% 在昨天 伊拉克呢 则宣布有可能将会在周三达成协议 使得石油价格再次反弹3% 那么在目前这个上上下下的过程之中 我们建议呢 投资者呢 尽量不要去参与 因为在现在没有确定之前 周三下午依然是一个非常大的谜团 所以今天的热门话题 我们就着重来说一下的呢 就是现在本周石油会议 以及呢 这个昨天晚上啊 欧洲银行主席发表的讲话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到呢 在过去的一两周 我们知道特朗普当选之后 所有的这个股市上涨 美元上涨 非美货币呢 下跌 这样的走势呢 几乎已经维持了近两周时间了 但是呢 在昨天来说的话呢 正式开始 本周热点变成了 从股市切换到了石油 我们知道这个石油价格呢 在上周五的时候呢 是暴跌了4% 但是呢 在昨天啊 由于这个伊拉克和伊朗等等 宣布有可能会达成协议 仅仅是这个可能性 就是的原油价格 再一次从45块钱 涨回到了47块5 那么其实我们说白了呢 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不论是现产也好 动产也好 这两个字也呢 已经听了接近于半年了 但实际的效果并不怎么样 油价呢 继续在上扬 可能这也是他们希望达到的一个效果 但是真正的现产的这个有效性 我们还是非常的抱以怀疑的态度 因为呢 毕竟呢 现在这个各个国家 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 都不愿意过多的现产自己 那么这样别人的话呢 就会获利 这个市场等于是拱手让给别人 那么从目前最新获得的信息来看的话呢 沙特 这个是世界第一产油大国 他是希望 他同意在减产4%的背景之下 但是呢 条件是其他的合作伙伴 也一样必须要现产 这是第一 第二呢 说到呢 这个现产的基数啊 就是从什么数字开始计算 这个数字 必须来自于欧派克组织提供的第三方报告 第三的话呢 这个俄罗斯也得参与 这是三点 只有在满足了这三点之后 沙特呢 才会实施他们降低4%产量的这个承诺 那么我们不要小看他自己的这个这三点 其中第二点是最为关键的 也就是说 现在每个国家每一天产多少的数字 到底是用他们自己国家提供的数字呢 还是使用第三方或者说由欧派克组织来提供的数字 这个是减产的问题关键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知道呢 我今天可以说我自己只生产了10桶油 你可以说我生产了100桶油 那到底我生产了多少油 那么我们如果要减5% 是在10的基础上减5% 还是在100的基础上减5% 因此这个基数在没有搞清楚之前 这个之后的这些减产 其实都是空话 套话都没有用 所以说沙特性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希望以欧派克组织来发布的这个数量等级 这个报告来作为参考 在这个报告的数字之上来确定减产的目标 那么这个其他国家包括了像伊拉克 伊朗以及这个俄罗斯 当然是不乐意了 特别是俄罗斯和伊朗 伊朗去年的12月刚刚被解禁 解禁开始重新可以运出石油 那么俄罗斯方面呢 他当然也是不愿意 全部被这个欧派克组织所约束住 否则以后他提供的报告 他说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 那么俄罗斯的主动权也就不在了 所以说在目前我们还是这个原则 特别是在今年6月份 这个英国退出欧盟投票 以及美国大选投票这两个事件以后 我本人是不再相信的那些所谓的 有很大几率这样的话 你有再大的几率 最后的这个结果都有可能发生改变 因此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我是觉得我们依然是应该等待 周三会议结果证实出来之后再做考虑 毫无疑问的是呢 如果他们达成先坦协议 油价呢将冲击今年最高价52块5毛钱 甚至于会创新高 但是如果他们有什么冬瓜豆腐 导致他们协议无法达成 毫无疑问的是呢 这个油价跌回去可就不是44 45的范围了 就直奔着40块钱去了 那接着说完了油我们再来看一下 昨天晚上欧洲央行主席德吉拉说了一些什么 总结来说他说了三条 第一欧洲的目前的经济呢 是在欧洲央行不断的刺激之下 换句话说就是在不断的印钱之下呢 终于有所起色了 目前的价格呢 目前的这个各个经济指标已经出现了回暖 那第二点呢说到了 为了维持或者说为了达到之前设定的 2%的CPI 也就是通货膨胀数据 欧洲央行将会继续维持 目前非常宽松的一个货币政策 那最后一点呢 其实是最麻烦的 就说到了意大利 我们知道呢 这个意大利呢 在12月5号将举行公投 换句话说呢 虽然这次公投并不是要决定 是不是离开欧盟 但是呢 如果这次公投被推翻 或者说被取消 或者说失败 那么现任总理 意大利总理将会辞职 那么意大利呢 将会提前进入大选 一旦反对党 以及第二大反对党上台 这两个反对党呢 是一直以来 是不愿意加入在欧盟的 他们很有可能将会启动 意大利的退欧公投 就和英国一样 那到时候如果意大利再出去的话 那问题就严重了 我们知道英国虽然它是欧盟成员国 但它使用的是英镑 但是意大利呢 使用的是欧元 而且意大利作为欧洲第四大经济体 一旦它退出 将会对于欧元 欧元区造成致命的影响 如果我们做一个不好的假设 意大利一旦启动了 不用说退出 它一旦启动 这个退欧的程序 或者说是公投的程序 那么欧元对于美元的汇率将直线下降 一比一是少说的 是非常保守的一比一 我们正常来说 或者说的更激进一点 欧元对美元就会跌到17年之前 就是比美元价值更低的那个地步 而欧元呢 作为这个我们知道美元指数里面 最大的一个成分指数 一旦对于美元比例下降太多的话 将直接会导致美元指数的升高 换句话说 美元的价值再继续上升 那么人民币毫无疑问还会继续贬值 所以说意大利万一出了事的话 不但会央集到欧元 也会波及到人民币 所以说这个月总体上来看 在这个星期 关市场关注的焦点 就是周三石油会议的结果 以及下周开始的意大利公投 那么最后 投资者今天需要注意的事情 在澳洲时间晚上12点钟 这个中午12点钟 加拿大央行行长将会发表讲话 然后到了晚上的12点30分 是美国的GDP季度数据前瞻 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速递 我们明天再见